很高兴再次回到圆桌派 这次也见到很多老朋友 这是我们的一个老友聚会 我其实圆桌派我来过很多次 其实每次呢我都愿意 听听别人怎么说 就是我不在的时候 他们都在说什么 圆桌派带给我的感觉 就是他的陪伴感 很多人说他是下饭菜 我想他在有趣 有信息 有温度之余 带给我的那种亲切熟悉的感觉 是弥足珍贵的 像个老朋友 因为前面好像五六 我都没有来嘛 终于等到这一天的来临 我觉得不仅诸位很高兴 其实最高兴的人 是我自己 马家辉 时间过得很快 但是在这个变化当中 不变得是 圆桌派还与大家相伴 老友相见 好像中间没有隔了任何的缝隙 无缝链接 大家一下子又通了 聊天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大家好 我是德文涛 大家好 我是徐子东 大家好 我是马维都 嗨 大家好 我是陈鲁玉 大家好 我是许格辉 大家好 我是马家辉 大家好 我是周一军 大家好 我是金玉成 大家好 我是李梅景 大家好 我是徐磊 大家好 我是吴志鸿 大家好 我是胡勇 大家好 我是李京 大家好 我是张永和 大家好 我是崔健 你现在看到的是圆桌派 隔两年了 圆桌七 终于又来了 终于又来了 东西 宝宝 发生日 崔健 莅 在这里 先快点 小价 prov 材 带 救 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人成功必须的两关 最简单的两关 第一关叫摇眼 人生中有一些时刻是跃跃欲试的 我想到这件事情 我可以觉得义无反顾 人成长的过程实际上是在一个被训练的过程 能力不变的情况下 理想越小成就感越高 你要知道年龄这个东西是你最无法对抗的 你什么都不要管 所以就是说你就好好联系 没有主观是不行的 如果是主观就不叫做 我觉得家庭教育很重要 恋爱爱的是一类人 结婚是一个人 我想有一个比较安全的距离 你讲到特务秀以后 你在台上你会找到那个安全感边界感 焦虑的反应词是什么 是具体 其实你的心理暗示对自己很重要 心情的好坏和伤口愈合是绝对有关系的 当你心静下来的时候 那心理自然的感受就会出现 那种平静是真正喜悦的 歌词不是历史的叙述剧啊 歌词是情感的催化剂 音乐上最高境界是暗声音 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形式就是复化 你要知道最好的高配就是暗 文明的社会 笑容必然都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你听了一个节奏你就想 这就是音乐那么的 你那儿想讲美这个定义 我觉得是无法对 美是多种多样的 有多种美 这些美之间还互相矛盾 互相冲突 你生活所体验过的 经验过的 那就是你最宝贵的东西 旅行跟旅游的一个本质区别 就是旅行要遇到人 了解一个城市 最近距离的 是看它的赛事场 你本来就是应该乐乐呵呵的去看这个世界 那世界太大了 可能性太多了 可选择的余点也太大了 我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来演完美的 我是来经历的 阅历和经历是这样的事 希望你既经历过悟性的神奇 也经历过人性的可爱 你要仰观宇宙之大呀 你就觉得你没有存在感了 五千年为母 四千年跨步 科学终归是要往前走的 终归真理 终归是会被发现 我们也讲 何无情有 出乎意料 语言的边界 就是我们世界的边界 天文其实培养的是那种 从根上就质疑了一种态度 最美妙的东西就是 是发现位置的位置 最美妙的地方 就吃过又回来 但是你看这个词我很喜欢 叫寻味 他寻味 你想他只有在菜市场啊 你想鸡脚嘎啦 任何大山的一个皱褶里 你能寻到这个老涛 他能寻到一种 是 才有意外 超市没有太多的意外 但是小青你比如说 现在的人 可能很多人 尤其是很多年轻人 不见得喜欢这种乐趣 比如现在都 你像这个多方便 送货上门的 对吧 这种什么快递啊 啪啪啪 他这个非常简单 比如说 我还真的是 往往我在你这个岁数的人身上 见得多 就是说他喜欢啊 这个比如在菜市场 要有些有效率的人 就是浪费很长时间 就慢慢的这个试试 那个试试 然后找到一种 一种什么味道 甚至就是说这种人气 我就说啊 到底留恋的是什么味道 你比方说 我注意到你 包括你看阿诚老师 我记得你家阿诚老师到香港 人家给他安排个住个什么地方 他就喜欢住在餐厅上头 对 要叫我觉得那多不安静啊 他会觉得 他喜欢有烟火气 我喜欢就有 他说尤其是 甚至他有他的理论啊 他比如说广东粤语方言里 他认为有一些音 是唐音 唐代的 金工 铿锵有力的 他说他每次听到 楼下面那个餐厅 广东人 热火朝天 他觉得那种人间烟火气 小青我发现你能享受这个 我 我 几乎我去一个地方 几乎都要到菜市场 肉菜市场 我就会去看 这个地方人 幸福感 幸福感 你是这么看的 我觉得昨天我去的市场 也可能不够好 只有卖五种姜 姜 只有五种 五种姜 对 你去香港任何一个市场 姜肯定有六七种 什么高粱姜啊 这不就多一两种啊 这不一样 霸元界二十来 就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它这调味品就真的不一样 就包括那些香辛料 就是叫九层塔呀 这些东西 你看它的新鲜度 也不是没有卖 现在都有卖什么京介呀 这个薄荷呀 都有卖 但是你看都是蔫的 没有人买 你进了也不好卖 它能保持特别新鲜 就说明它一直有人买 我在东莞一个老城里边 有个巨大的市场 哎呦 那个所有的青草都能买得到 青草 你兔子 车签字 我们要煎那个凉茶喝 哎呦 您就会觉得 他们将就 它就是它的风味嘛 所以你还真是 你比如说要是生活比较惨的人 其实它是不可能分出那么多种味道 不可能说细致的人的那么多种姜 这确实是一种幸福指数的反应 它只有老百姓 它你生活幸福了 你才还会想把味觉细分成这么多的类型 因为我觉得也有时候当然是这样 你所谓的精致 sophistication 精致 可是那别低估了一个人的复杂性 比方说那个逛菜市场有它的幸福 可是逛超级市场的幸福是什么呢 是可以一家人 是作为一个家庭活动 你总不能不方便 拖蓝带旅 带有老公 怎么一群人去逛菜市场 宅宅人又多 可是去超级市场 是一个家庭活动 现在 对吧 带有小孩 不管你小孩多少 然后老公老婆在那边 空调明亮的光线 也有吃的 像香港很多超级市场 内地也是 北京 上海 里面都卖很多不同的吃的东西 日本的冰淇淋 韩国的什么 什么饼干 那所以呢 小孩又可以挑什么 二十种果汁 让他挑 他跟小孩一起挑 他有另外的幸福感 菜市场有 翘鸡市场有 甚至一种市场 什么呢 独特的市场 应该怎么叫它呢 小众市场吧 比方说香港的油麻地 这几年香港油麻地 来了很多蓝亚裔的人 来自巴斯斯坦 印度啦 什么哪里 孟加拉 对 所以那个早上很早 跟晚上都很特别的 早上他们是有个市场的 卖不同的自己 从家乡 什么的 可能寄过来的 带过来的 或者说哪里 北京在五道口 英文一样 五道口 对 对那早上去啊 六七点 七点多好 很多的蓝亚艺人 在那边买逛 也有很多花 可是香港网红 比较没有那么早起床 没有去拍照 然后到了晚上 吃宵夜的时间 慢慢油麻地 发展出 有一条很短的街 蓝亚的 大家叫它做什么 咖喱街 咖喱街 不同的咖喱的味道 对呀 巴基斯坦的咖喱味 这样的咖喱味 所以咋卢 一个人有充裕的时间 也有兴趣 也一个人跑去菜市场 左挑右挑 八种姜 让他选 也带人去敲锡市场 也去了那种小众市场 那才真的幸福 他刚才说的 那个新元礼市场 实际上就是 他原来就是个小众市场 现在被炒成网红了 而且呢 就是如果一个厨师 他去新元礼市场 他是一个不够勤奋的厨师 就是他几乎在那儿 都可以解决了 最好的厨师 要最棒的食材的 肯定是要去精深 就是去那个 就是一级批发市场 而不是这个二级菜市场 对 叫做批发市场 我一个小兄弟 是锦州人 他做日餐 在北京做得非常非常好 他原来在神户 神户的驻地 看鱼 他做得非常好 我有一次我采访他 我就说 你为什么做得这么好 他说 哎呀 我就是这样吗 然后他太太 一个哈尔滨人说 谁能做到每天 六点钟都去精深市场 中午才能回来 哎呦 你说真是 这个寻 所以你看 这个寻味 我现在觉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概念 就是有些人呢 他这个寻都寻到了变态的程度 你比如像这个小青 你知道他有意思的是什么 所谓寻味 指的就不是一般好的味 而是特别的味 甚至有些时候 你比如小青寻的味 照我们来说 可能甚至是苦味 甚至是臭味 甚至我把这个味的概念呢 再提升一步啊 你觉得人的味觉有意思吧 闻到 就比如说香和甜 我们都知道 但是呢 有的时候你怎么说 比方说我在台湾 有一个做茶的朋友 他那个理论 到今天 我都不知道该不该相信 但很显然 这是一个要寻 寻某种味的人 他跟你讲 他说其实茶叶呀 这个干净就好 就是卫生 台湾人比较讲究这个 他卫生就好 他说你像现在 你们喝普尔会要炒什么 他说我觉得 每一种茶叶 都有它的风味 那么 完全同意 他讲这个理论 后来我又在一个 红酒专家那里听到 我觉得这都是 升华到哲学层面了 那照咱们这来说 就是好喝不好喝 都是另一码事了 他说 你想 这是那一年的沙土 那一年下了几场雨 甚至是那一年的风 那一年的空气 酝酿出这个植物当中 它都吸收了 所以你品味到的 是那一年的天与地 对 独特的东西 没错 完全同意 难喝也就 更重要的 张兰 那一年的给你的东西 就是这个 更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建立的 很多的鄙视链 是商业赋予 是的 比如说 你是什么什么 瓶级 几星的 什么什么 几钻的 这是商业赋予你的 大家去照这个 一般的 叫不会错 什么好吃 什么难吃 我自个儿不知道 对啊 就是 对啊 食物是平等的 就是你当你 吃到一种东西的时候 它真的是平等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昂贵啊 特别这个 那这种稀缺的感觉 都是做买卖的 做做商 做生意的 做美食的 就是把最普通的 也能做的 让你觉得 是能够有 有非常非常多的理解 你比如像他刚才说的 他50%的失败率 对 那么那失败你怎么看呢 我自己觉得他做的不好 如果说他用心一点 或者是 或者是这个东西再过 不是这个时节的 如果再过一段时间 它都可能更好一些 因为意思就是说 不是说东西不分好坏 而是说你很贱的东西 很贵的东西 其实都有好坏 比如说我们在广东 我们吃的 这香港那种零嘴 丸仔糕 那是最便宜 最廉价的甜品了 但这个东西就分好坏 臭豆腐也有名牌 臭豆腐也分好坏 鱼蛋也有好坏 对不对 没有闻到 可是大前提 我们刚这么讨论 都要说 前提在于说 你懂得欣赏 那个好坏 那个味觉 像我有个朋友 我听到我羡慕死 我一直以为说 只有听觉 有所谓 完美的听觉 能够听到每一个音的 不一样的地方 原来味觉也有 他还可以去做测试 他做了一个测试 国际的认可的测试 他说他是完美的味觉 我说什么意思 他就说 反正我喝一口水 那感觉都跟你喝的不一样 同一杯水 我能够完全 喝得出那个水的 很细致的味道 差异 这杯水 那杯水 更别说食物了 所以后来 他自己开一个 很成功的一个餐厅 主要是卖咖啡 他的嗜好是玩咖啡 通常是玩咖啡 玩酒的人就会 玩工酒的人 虽然还是因为 他有这样的能力 才会去玩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是有福了 对 你知道 所以现在我想想 我这样的人 实际往往是很可怜的 因为味觉这个东西 讲到特别细腻的程度 有的时候 好像咱真的 就跟有的人的 细腻程度不一样 于是像我这样的人 其实有时候会变成 骗子的猎物 你没办法 骗子也是这套 谁人骗你 但是他骗子 我听过好多讲座 说这个红酒 你知道人 又是一种 极其没有主见的 极其容易被催眠的 一种动物 他说 蛇尖的地方 你会感到有一点点色 然后你把它沿着蛇两侧 往里溪流 那个色 你觉不觉得变得厚重了一些 你知道 实际我是个傻子 你知道吗 他说 就如他所说的那样 真的你就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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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感受 对吧 心里感受 你去的是要催眠讲座 对啊 所以我说 像你说的这个 你觉得你是真的有那种细腻的味道 我没有 我肯定是离美食家的差距很远 但是我更喜欢 我有两点 第一点我特别热爱 我觉得热爱比什么都重要 我可以说两个影片 一个是我的朋友沈腾主演的影片叫西红柿首富 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失之欲和的小偷家族 那天我们为了看小偷家族前面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就看了西红柿首富 这两个片子 西红柿首富里边呢吃了很多很多特别高档的东西 这个博士顿龙虾 这个橡拔棒什么什么 生鱼什么的都吃了 但是你没有觉得他里边有吃的东西 小偷家族里边吃的东西是可乐饼 就是日本最便宜的一个油炸的街头小吃 他吃的我 我出来我就跟儿子说 就想找 这北京哪有卖可乐饼的 就像看绿皮书的时候 我就特想吃肯德鸡 我好长时间没吃过肯德鸡了 因为那个 你看他吃的那么香 把肯德鸡吃的非常香 这是我说的热爱 就是你首先 你要对这个有兴趣 否则的话 你说什么样的 他也不 我叫食冷淡 有这种人 就是他吃什么都不快乐 就是 这个值这么多钱吗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他真的不快乐 或者说 我标一个价 这个人均80块钱 有面 你那个人均三块钱没面子 我就比你吃的高级 他是靠这种心理的这个 暗示 对 就像你说那个稻香村 对 稻香村就是这样 就是我可能吃的 我就不觉得好吃 但是我的 在日本留学的朋友 或者是到日本的朋友 他们每次去 带回去 都吃着都很感动 就是说 你看这个味觉 这东西 很值得琢磨吧 他一方面 肯定是有客观的味觉 你的这个感受 酸甜苦辣 但是另一方面 达到更微妙的时候呢 他跟你的精神 记忆 情感 密不可分 那我刚才说了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我现在更多的 关心食物 我是看那个食物背后 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 这个菜市场很复杂 每一家都有自己的 不同的样子摆出来 我就知道这个地方 是一个生活 比较讲究的地方 如果也有的地方 你去了 我刚刚去了一个城市 我就到达了菜市场 菜市场连上面的字 都弄成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字 都是送题字 谁谁谁菜摊 然后摆的一模一样的 连格式都一样 我就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 这个是个比较没有 文化不够多样性 对 他肯定不够好吃 所以说他真是能看出一个城市 一个地方 当然可以 而且我想说的就是 菜市场跟超市 还有个很大的一个分别 这个分别是什么 就是逛菜市场 有点像逛独立书店 你想想看买书 今天我们要买书 去书店买是最美效率 您刚才讲巡 如果我巡之前 那是有目标 然后我才去巡 如果我是有目标要找东西 我今天当然上网买书最方便 但你干嘛去书店呢 你不是为了要寻东西 你是为了遇 遭遇 你要遭遇一些 原来还有这种书 真好 这叫遭遇 去菜市场能遭遇 去超市呢 就不能遭遇 那是寻 但是去超市呢 又有另一种乐趣 就刚才嘉辉讲那个 那个像什么呢 有点像不是很多人喜欢逛宜家吗 其实逛超市的乐趣 就像逛宜家的乐趣 体验 对 那是什么呢 你看到那种窗帘几近 然后明明亮亮 东西摆得整整齐齐 也挺好看的 那是一种乐趣 就两种都有乐趣 可是如果你爱吃的话 这等于爱书的人 为什么要逛书店 因为你会发现 我没想过 原来还有这种书 逛菜市 还有这样的东西 那种感觉是惊喜 而且有时候你甚至都能见到历史 怎么说 就比如说云南做撒撇 那有一种叫苦萨 就是用牛的盲肠 旁边的内截肠 做的苦的调味料 这个没说 这个相当刺激 很苦的 但是吃完了 很回甘 就是拖液分泌会 会特别正常 那你逛了市场 逛半天 现在都是苦萨粉 那 过来一个老板娘 我跟你说 你是要这个吧 拎出来一截肠子 哇 这是他说的遭遇 真的 而且是厌遇 这个就是 很多地方已经不卖了 你能理解这种寻味吗 当然 他有的时候 甚至寻的是苦味 我如果跟你换另外一个说 哎呀 陈老师你来了 我那个 昨天你没有来 这个我 从新发地进了一个笋子 我吃得特别好 往那一放 我不可能不买 一个大头笋 哎 你完全抵抗不了 他已经吃了一个了 还剩下一个给你 那个大头笋就特别好吃 就拿火一烧就 就直接放在火 火糖里面烧就 非常非常甜的 所以你这种必须是行家对行家 比方说我们去 当然不可能从 我左找右找 他都不可能拿出来 他拿出来我也不懂心想 所以我好奇的你说 很有热情 有什么理由让你有这种热情 因为好多人都说 自从经过哪一个什么样的遭遇 什么样的经验 开始对吃 有深深的喜好 有没有什么 小时候总不会 这是个好问题 对 我小时候很那个的 我小时候 有一次我妈妈带我坐火车 因为带了行李多 就让我看行李 然后反复跟我说 你啊 不要 谁给你好吃的 你也不要跟人走 就是你 你还记得哪个那个小朋友吗 我记得 他后来没了吧 就是被人拿的好吃的给骗走了 他去 我大概好长时间回来了 结果 我们去换 站台 上车 我就哭了 我妈妈就去 就说 特别对不起 等着太长时间了 对啊 太长时间了 孩子心灵舍不了 其实他不知道我哭什么 我说 那个拿好吃的那个人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出现 哪好吃的那个坏人 坏人怎么一直 老不来 就是天生的 他就耗这个口 对吧 坏人来了 给口吃的 给口吃的就能跟着走 但是我又觉得 这个小青老师啊 他还不是我建的那种 就所谓贵族美食家 那种跟你讲起来 品尝一种美食 那简直能跟你讲出 一首钢琴曲的感受来 感觉你就跟那个 就是琴弦 我觉得他们的舌头像琴弦 按如果他们的描述 可以相信的话 对吧 那某个东西 比如说很弹 但是呢 又滑而不腻 你知道有点像中医把脉 你知道 我一直觉得啊 就说你不要 中医为什么就是 怎么说呢 很难学 很需要经验 因为呢 说您这卖滑 色 哎 这种东西 对 我们最多整个鼠跳动 对 几下算滑 几下算色 对吧 他们的那个舌头啊 能像 这个能够接受的人 也并不多 我是做大众传播的 我要告诉人家 普通人能够感受的美食 能够让大家感觉到诱人 就是无非就是口感 质地 味道 颜色 就这么几样 但包括怪味吗 口感 对 怪味就是口感的一种 没有 我刚问你 因为我有时候在想 其实我对吃啊 对不起 小青老师 假如一个 一条线 你在这个极端高阶 我是这样 麻木的 我是冷感 实难 你刚说什么 实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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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读好 好一点 我后来想 偶尔会想说 理由是什么 可能真的跟 童年经验有关系 我小时候嘛 家里也没有很有钱 我那个年代 家里好不容易 我父亲会买一个芒果 回来 然后呢 一个芒果 然后全家七个人分来吃 真的又拿个刀啊 把这个 切了一片在这里 下面一片 然后在这旁边的弄出来 反正又把它切成 切粒状 对 七份 而且不是对等的份 是我姐姐吃比较多 我妹妹比较多 我儿子吃的比较小的 我家是重女青男的 你当然你可以倒过来说 求养而复养 对啊 又让你刻苦 反正可是我很奇怪 很爱吃那个芒果 说起来都流口水 觉得好好吃 那这个按道理来说 我应该爱吃啊 也期待坏人啊 期待有更多的 拿着芒果的坏人 那后来怎么样啊 有一次我忘记有什么理由啊 我省了一些钱 省了一个零用钱 然后呢 自己买了一个芒果 我真的爱吃 自己去买了一个芒果 自己放在厨房的角落 然后晚上呢 自己偷偷拿出来吃 一个人享受吃芒果 一个人都是我的 那种感觉 那种口感 而不是一个芒果的吃一小片 吃 把它吃了